登登 今天呢我們要帶大家去吃美食 我覺得我的頻道呢 我還沒有介紹一下 我的頻道叫Sara2 我的頻道會拍很多關於加拿大的 沒有美食欸 等等大家不要誤會 不是加拿大沒有美食 很少拍美食 但是有很多的旅遊行程 都有收入在我的頻道裡 那今天呢是非常難得的 就是要帶大家去吃美食 那大家知道就是 溫哥華真的是非常多的異國料理 那像是我們平常呢 就蠻喜歡吃 像是家裡附近的韓式啊 越式河粉啊這些 所以呢真的住在溫哥華 蠻幸福的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這四間餐廳呢 都是大家推薦給我的 就是我前陣子有在IG上 募集大家推薦的餐廳 就是有東南亞美式 還有港式 其中一個日式呢 是我自己要推薦的 就是我想推薦給大家 所以呢今天呢 我就是會帶大家去吃這四間餐廳 這一次的影片呢 其實要非常感謝華航給我的靈感 對 他們這次呢跟五同浩呢 就是台灣的一間首要飲品 推出了他們的機上點心 我這次有想說要帶大家去吃美食 然後再來開箱華航的這些在機上 才可以吃得到的茶點 那我們就出發啊 走 這次網友們推薦的美食餐廳呢 有這些 就是放在這裡給大家參考 今天來到了這一間呢 是叫做Johnny's Jukebox Diner 對它是在Chiliwak的市區 會選這間呢 其實也是蠻巧的 就是我們上上週呢 來到這個小鎮 Chiliwak市區 才知道這邊這麼漂亮 那天其實也有經過這一間漢堡店 我們就有在外面看 想說它的風格很特別 就是裡面是整個很復古的那種 50年代的風格 然後剛好也有網友推薦這間 所以我們就決定來這裡啦 走吧 它連這個菜單都很有特色耶 好可愛喔 它的漢堡價位其實就不會很高 就大概14塊到16塊左右 那除了漢堡之外就是 還有小點心啊 然後還有熱狗 那我現在真的超餓的 我現在聞到那香味就很想吃了 他們經典的漢堡是 7盎司的牛肉排 Mushroom Margarita的漢堡 Crispy Chicken好像網路上 也蠻多人推薦的 對啊 還是我要改這個 它店裡的風格就是非常的復古 還有擺了那個點唱機 其實它的名字就是有點唱機 這個名字在裡面 它那個座位就是很特別 你不覺得嗎 那我們就先來點餐吧 它的點餐的Menu也很復古耶 在牆上的那個Menu 好酷喔 它上面是歌單耶 以前的點唱機也太大一台了吧 哇 這超大一個耶 好好吃耶 它的肉烤的就是 有那種炭烤味 而且蘑菇這是你的 超香的 就是它不僅肉排很大一塊 然後它裡面還有洋蔥跟蘑菇 我覺得你點的這個好吃 我這個有點難拿起來耶 你看超高的啊 這什麼 這什麼 因為我很久沒有吃洋蔥圈 然後我就很想吃 但我第一次看到洋蔥圈包在漢堡裡面 黑跟起司 然後還有洋蔥圈 超大 我要從哪裡下入口 它這個牛肉排真的很香 洋蔥圈就是包在漢堡裡面 這麼好吃 就整個超罪惡 網友推薦的真的好吃 然後我們剛剛是不是有問了 就是 廚師 他說這間餐廳是開了很久 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就開了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時候開的 反正就是long time ago 然後呢他們有說他們都是 就是採用這邊當地的食材 好吃 他們家的薯條也很好吃 但份量真的很多 所以我們後來還打包 帶回家繼續吃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很復古的保齡球場 然後我剛剛在裡面吃東西的時候 我一直以為那個尖叫聲是音樂 結果是這邊 那吃飽飯後呢 記得可以留在Chirley Wack逛一下 因為Chirley Wack的市區真的非常的漂亮 你可以去咖啡廳休息啊 或是工作啊都很適合 那我們剛剛吃完漢堡了 我們現在就要來介紹華航的點心啦 那這個是達克瓦茲 只要從台北出發的越洋縣 就是非美加歐洲還有澳洲的經濟艙 都可以吃得到這個點心 它的造型超可愛 我要吃囉 好香喔 就是那個杏仁的香味 它吃起來不會到太甜 它超級酥酥脆脆的 然後它裡面還有一個內餡 很像是奶霜 就吃起來還蠻有層次的 巧克力 很好吃耶 你吃飛機菜的時候呢 就會附贈這個 不知道可不可以再要一個 好吃 現在來到的是一間馬來西亞餐廳 對 那我們其實也很少吃馬來西亞的料理 對 那我這次呢 就是有特別收集到了有四十幾個留言 最多人留的就是這一間 醬316 然後而且很多人是說要吃Richmond 這間就是它在整個BC有兩間分店 一間在Vercoubra 一間在這裡 就Richmond 在Vercoubra 就有268間的馬來西亞餐廳 對我都不知道有這麼多間 大家有吃過馬來西亞料理 應該都知道就是馬來西亞很有名 就是肉骨茶 沙爹 海南雞飯 就是海南雞飯是東南亞都有的嘛 它也有很多東西可以點 然後所以我這次就想說 要跟朋友一起來吃 不然如果我們兩個吃 可能就只能點兩樣菜吧 餐點大概就是主餐是20塊上下 然後其他小點啊 不是小點啊前菜 就大概10塊上下 然後我覺得這一家也是要早一點來定位 因為它真的人好多喔 就是滿的耶 很久沒有吃那種肉骨茶 所以我應該會來點個肉骨茶 它的菜單呢 是用平板來點的 而且你不覺得它照片就是拍的每一樣 看起來都很好吃嗎 第一道呢是海南雞飯 我要先吃囉 都看嘛 這個肉好嫩喔 它上面好像是有那個 很像油蔥酥 雞肉吃起來真的非常的鮮潤 再搭配蔥醬真的是超級下飯啊 很油很好吃 好吃好吃 它的肉很嫩 然後上面那個皮也是嫩嫩的 QQ的那種 他們上菜的速度很快 所以我們點的四道菜很快都送上桌了 你先去拿一個餅乾 不會 這它的米粉分量好多喔 我先吃 很好吃耶 它有一點辣辣的 但是不會太辣 喔這是花枝吧 花枝 有花枝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好啊 你要先拿一個嗎 我去北來了 然後這是那個抓餅 那這道印度甩餅呢非常的酥脆 無論你是單吃或是搭配他們附上的糖粉 還有咖哩醬都很好吃喔 很好吃喔 再來這一道是沙爹雞肉串 雞肉非常的嫩 還有附上了小黃瓜和洋蔥 非常清爽解膩 再來是肉骨茶湯啦 肉骨茶還有附一碗超大碗白飯 我覺得它的肉骨茶的那個料也蠻豐富的耶 就是有這個 豆包 排骨 這好大一個喔 它剛剛送上來的時候就很香耶 它裡面有三根那個排骨 先來喝看看它的湯 湯頭喝起來真的非常的鮮甜順口 好像沒有什麼中藥味我覺得 你會想要一口接著一口慢慢的喝完它 排骨呢也給的非常大方 真的超讚的 整體而言呢 每道菜真的都是色香味俱全 而且份量也都很足夠 鹹度也都剛剛好 接下來就慢慢來享受美食啦 感謝王友文的大力推薦耶 耶 我們剛剛吃完了 就這次真的非常感謝網友們推薦 就是這間餐廳John316 我們一開始本來想說就是好像點不夠 但是後來就大家吃完都蠻飽的 那今天要來推薦的是這個 華航跟五同號聯名的這個 伯爵沙布雷 那只要呢你從台北出發的亞洲區域的部分航線 像是東南亞國家就可以吃到 在飛機上吃到這個點心 這次跟五同號合作的都是有那種茶香味的 它裡面有兩片耶 欸 好香喔 它的伯爵味很香耶 然後它上面有一點那種砂糖的感覺 剛剛以為它很硬 但它其實吃起來是有點綿綿的 有點入口即化的感覺 好喝 真的很多的茶味 今天就這樣啦 吃好飽 掰 我們今天來到了Richmond 那這一次要介紹的港式料理呢 就是我這次收集到很多 有大概二十間左右 像是有港喜西湖茶季利都 釣魚台海鮮酒肉 麒麟華富燒辣等等 就是還有一個朋友是跟我留言了說 我家 對 在BC省呢大家知道嗎 就有差不多四百多間的港式點心 就是丁桑可以吃 嗯超多間的 這是我們以前住在Richmond嘛 然後我們也蠻常來這個Prasa 就是會去Shopper's 還有那個教堂機 但是從來沒有吃過這一間叫做 幸運海鮮酒樓 還有呢 我這次有特別詢問了我的香港朋友 然後他們也跟我推薦了這間 所以呢 就決定要來吃 然後呢大家知道吃港點就是要 大家一起吃可以點比較多樣嘛 所以我今天就邀請了朋友一起來吃 港點就真的太多選擇 我們每次去吃港點的話都不知道選什麼 幸運海鮮酒樓它已經開了二十幾年了 裡面可以坐大概六百多人 超大間欸 嗯 那我們就趕快進去吧 欸我好像看到他們了 在那裡了 走吧 我們趕快進去 這間真的非常的特別 一坐下來呢就會有服務生推著推車過來問你想要吃什麼 推車上有什麼你就可以點什麼 那我們馬上就點了兩籠的燒賣 接著呢是港式蘿蔔糕也是我的最愛 推車上直接是用鍋鏟把熱騰騰的蘿蔔糕盛起來 而且還有幫你剪小塊 朋友說呢這裡沒有一百多樣的品項 真的要慢慢的挑選 不然呢不小心就會點一大桌啦 每次推車一推過來每樣看起來都很想吃吃看 先來吃看看這個蝦餃 它的皮Q內餡多 再沾個醬油和辣椒呢超好吃的 這真的很特別欸 他們會一直推來 糯米雞 這是荷葉包的糯米雞 我知道我有常吃這個 還有這個粥品 我們點了皮蛋瘦肉粥 也是我超愛吃的 也是在桌邊呢就盛起熱騰騰的粥 蛋塔車 這看起來很好吃欸 這是花枝 喔這是花枝 蕭炎花枝 那個Manager也有跟我們介紹 就是他們是在溫哥華很少 還有推那個推車出來的 對啊超酷的 兩個菜單也很特別 你看它只有分小點中點大點 然後還有這個 特點頂點除點 所以它不是分那個品項 它是分就是這一分是大分還是小分 每一台推車的類別不一樣 像它有那種蒸籠類的就是在一車 然後那種中品的就在一車 超酷的欸 然後我們現在桌上已經默默點了超多 而且它會來推銷 因為你的桌上可能已經滿了 那你可能就要先說 先不用先不用沒關係 吃過了 謝謝 吃過了 欸你剛剛說這是什麼 喔芋泥澆 喔 鹹的嗎 鹹的 嗯 可是它的芋頭還蠻濃的 然後這是牛筋 你知道喔 牛筋 牛筋 很Q欸 我覺得這好好吃喔 這是港式蛋塔 我覺得它的內餡是那種很像蒸蛋的感覺 對啊 然後剛剛我們的朋友就是一聽到有蛋塔 然後就馬上要點了 我們還在吃那個有鹹的 但是這個是必點 然後還有那個他們剛剛很推薦那個 榴槤抹雞 對啊 等一下來吃看那個 然後我覺得他們的那個蘿蔔糕啊炸滑子都很好吃 我覺得基本上每一道都蠻好吃的 給你一個任務 哈 哈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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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為什麼 我念講得像哈扯 哈扯 有哈扯嗎 有哈扯嗎 有哈扯 哈扯 牛肉的裡面的 喔這裡牛肉沒有要這個哈扯 蝦子 謝謝 變成功了 腸粉 腸粉呢也是一定必點的啦 內餡很扎實 中頭戲 中頭戲 榴槤麻糬 我跟妳講超級榴槤的耶 我剛剛朋友吃了一口紅 然後這個榴槤味就整個散出來 欸還蠻好吃的耶 那榴槤和奶油真的是完美的搭配著 喜歡榴槤的絕對不要錯過這個點心啦 剛剛吃完港點了 那我覺得這一家真的還不錯 就是大家可以來試試看啦 那今天呢要來喝的就是這個桂花烏龍 你只要從台北松山或是高雄出發呢 的極短航程的經濟艙 像是到沖繩啊 廈門啊 廣州啊 香港啊 還有上海 一兩個小時內可以抵達的航程呢 就可以喝到這個桂花烏龍 我覺得這個如果你拿去冰呢 應該會更好喝 然後它的味道就是桂花味是淡淡的香味 然後我覺得茶的味道還不錯 200cc很快要喝完 我剛剛應該帶去配那個我的鋼墊 今天我要來推薦的是這間日本料理 那為什麼會推薦這間呢 先說一下就是這幾間餐廳呢 就是都有大家推薦的 然後只有日本料理是我想要來推薦一下 剛來到這裡的時候呢 我們那時候就很想要吃日式定食 然後就在Google上搜尋 然後就找到了這一家 然後這一家它是那種很 就是日本家庭料理的那種感覺 然後它裡面的位置不多 它的地點我覺得有點隱密 就不是在那種很多餐廳的地方 但是呢它每次都蠻多人的 那我們今天是比較早來 那它只有晚上有開 就是5點到8點半而已 大家知道嗎 在溫哥華就有將近700多間的日本餐廳 這一間是我們真的是光顧了有十幾次以上吧 然後我們每次來呢 我就是都會點一樣的 然後他們家的烤魚定食啊 還有炸生蠔炸海鮮定食都很受歡迎 它的定食呢就是那種都有配菜 然後又有味噌湯 所以每次我們都吃超飽的 那我們就要趕快進去了 我怕等一下沒位置 走吧 它外面呢都會有寫上他們今天的特餐 但是我覺得好像每次都有看到這個 炸海鮮 對 走吧 他們家都會有手寫的菜單很可愛 餐點的選擇非常的多 有便當 炸物 生魚片 凍飯 壽司 定食 然後呢就是在等的時候 我覺得它裡面真的是很溫馨 每次來都覺得很溫馨 電視會放那個日本的節目 那每次走進店裡都會讓你覺得 很像來到日本朋友家的感覺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剛剛點了什麼 就是我之前不是 我剛剛不是說我都點那個嗎 炸 我點錯了 我剛剛不是說我要點青魚嗎 炸海鮮 可是沒關係啊都很好吃 但是我今天本來是想吃那個 味噌清魚 我們的第一道前菜是酒蒸蛤蜊 這我第一次點這個 很香耶 而且它的蛤蜊好大顆喔 很好吃 而且是很鮮甜 很好喝耶 好好吃喔 好久沒吃到蛤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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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吃喔 好想知道蛤蜊是去哪買的 很新鮮的那種感覺 好久沒吃到這麼好吃的蛤蜊 所以我覺得你在學我的牌子 這很好吃很肥味 超好吃對不對 這是軟殼蟹 然後它是有四支吧 給你一個醬 然後還有這個 Tabasco 這個是辣的 這個很好吃 先擠個檸檬汁在上面 它這上面還會配這個 這是香菜 然後和那個蔥 這樣搭配起來很好吃 它炸得很酥脆 好久沒吃軟殼蟹喔 這一道軟殼蟹 我覺得也是 我們每次都會想要點的 我們的主餐來了 這是我最熟悉的菜色 因為我真的是這幾年來每次來吃 應該十次有七八次都點這個 然後我難得今天想要換個味噌青魚 對 所以然後我又點錯了 用蝦魚膝蓋再點 對我剛剛是沒有思考的話 我就是會點這個 這個是炸海� 它另外還有一個是炸生蠔 就是只有生蠔 這兩顆是生蠔 這兩個是蝦子 然後這後面這一塊 它剛剛上面就是寫的是鮭魚 它都會有就是 很多的那個高麗菜絲 然後還有這個 馬鈴薯沙拉 主要的菜色不會變太多 對 然後還有這個 我超喜歡要沾這個 黃芥末 然後呢它都會附一碗味噌湯 然後還有這個 菸菜 小黃瓜跟菸蘿 那我覺得這個也都很好吃 就是它很解膩 就是它很解膩 它的飯也很好吃 就是還有一個人喜歡的就是 他們家的那個盤子都很可愛 看這全部都是不同款式的 對 嗯 炸掉了 它還有這個 這個應該就很像那個豬排醬 整個吃完真的會很飽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只有點一個主餐 然後加兩樣小菜這樣子 耶好吃 真的很好吃 剛剛店員人超好的 就是他看我們就是桌上已經擺滿 我們剛剛本來是坐隔壁兩人坐 然後他就問我們要不要移到這邊來 我要來吃先蘸這個好了 豬排醬 你看它的炸皮不會很厚 就是那種很薄的 很好吃 然後再吃這個生蠔 我超喜歡炸生蠔的 那個生蠔味馬上出來了 是鮭魚沒錯 它的鮭魚有juicy的感覺 不會乾耶 就是它雖然是炸的 但是它裡面很juicy 這真的是吃完會很飽 一個人點一個定食的話 我們現在要來開箱這個 華航跟五桐號的甜點 那會在日本讓我一店開箱 就是呢 因為這個甜點呢 只有在台北出發 往韓國或是日本的經濟艙 才吃得到的 然後它是香檸蜂蜜馬德蓮 然後它的造型超可愛 你看它這個外面的包裝 是個雞掌的造型 一顆狀的一個造型 綿綿的很好吃 然後有一點那個蜂蜜檸檬的香味在裡面 我覺得它沒有這麼甜 我覺得它的甜味是剛剛好的 嗯好吃 這個我也可以多吃幾個 甜點就是另外一個味 好 那大家記得 華航才吃得到喔 耶 這次真的吃得超滿足的 然後也剛好可以藉這個機會 跟朋友一起聚餐 就是可以一次點很多道菜 那不知道大家這四間餐廳 最喜歡哪一間呢 或者是你都有吃過 然後你還有其他也想推薦的餐廳呢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這一次跟大家分享幾個小故事 就是我在吃那個 Hachiba的時候呢 剛好那天有遇到網友 然後他們剛好日文很好 還幫我跟店員推薦我的頻道 呵呵 然後呢還有呢 我們去吃那個美式漢堡的時候 那一間叫做Jukebox 廚師看我們在拍嘛 然後他就問我們說 欸要不要拍一下廚房 呵呵 它真的整理得超級乾淨耶 再來是我們去吃港點的時候 就是幸運海鮮酒樓 然後也有遇到店員有看過的頻道 就是有蠻多有趣的事情 那這一集影片呢 還有兩樣甜點還沒出場 就是我旁邊的這個 老食人蜜桃紅茶氣泡飲 從台北出發的全航線呢 都可以喝到 這個馬卡龍超可愛的耶 這是可可柑橘馬卡龍 從台北出發 全航線的豪金腸都可以吃得到 你要吃嗎 我覺得他們這一次推出的茶點呢 都蠻好吃的耶 好香喔 對 太陽狀還真的 對 我覺得就是很可愛 然後你會有點捨不得把它吃掉 因為你看它上面的造型 它的巧克力還蠻濃郁的耶 然後我覺得也不會太甜 好吃 再配上這個茶 可以幫我倒一下嗎 我這次還特別帶了杯子出來 我們配上我們的氣泡飲 好 謝謝 請幫我擋一下光 好喝耶 剛剛一打開呢 那個蜜桃 就是水蜜桃的香味就跑出來了 對 我覺得加個冰塊會更好喝 好喝耶 所以華航這次就是有依據不同的長等 還有不同的像是短程的航線 長程的航線推出這幾樣的點心 所以大家在搭飛機的時候呢 都可以品嘗到這些代表台灣文化的茶味甜點啦 最近呢剛好也要回台灣 所以呢就非常的期待可以從台灣回來的時候呢 在飛機上可以喝到和吃到這些甜點 那這一次真的是蠻開心可以拍這樣子的影片 然後剛好可以藉這個機會可以吃到很多 其實溫哥華超級多不同的異國料理 那這支影片就這樣啦 謝謝大家收看啦 那我要繼續把這甜點吃完啦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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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